前几日,乔治小王子在过五岁生日的时候,摄影师为他拍下了一张极为珍贵的照片,从照片中可以看出,乔治小王子笑得非常开心,有不少网友看过以后纷纷惊叹,并拿出威廉王子小时候的照片做对比。 不得不说,简直就像双胞胎一样,除了强的像蓝身兄弟以外,更引人注目的是,父子二人都留着相同的金色头发,并且搭配着几乎一样的白色衬衫和蓝色短裤。 在1984年,威廉王子在哈里王子的写礼仪式上穿的就是这套衬衫,随后一年,威廉王子只要陪同查尔斯王子与大安安王妃前去意大利威尼斯,就一定会穿这套衬衫,可以数以以非凡。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,威廉王子跟随大安安王妃和查尔斯王子一起乘坐皇家游艇不略颠号,带着弟弟哈里王子一起外出游玩。 那时候的威廉王子只有三岁,2015年,在夏洛特小公主的洗礼仪式中,乔治小王子选择了一套红白相接的绣花上衣,搭配上红色短裤,看着格外可爱动人。 又图是威廉王子在1984年去圣玛丽医院看望弟弟时穿的衣服,从这对父子俩的穿衣搭配就可以看出,母亲凯特王妃,虽然被称为时尚达人,但也就希望儿子能够跟随父亲当年的风格。